衣色就是身上衣服的主色调 是财富愿意走进我们的基本要素 想要知道我们穿什么样的衣色 就可以获得财富的青睐 首先要知道我属于哪一类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 特殊的 因为出生的年份不一样 属相的不同 我们命中的财富 它对于我们身上的风水喜好也不一样 下面我就教会大家 不同属相的人 他的财富喜欢哪种颜色 哪种色系的衣服 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就我们现在讲的 是你的财富喜欢的基本色系 又因为同属相 而出生年份的不一样 在戏剧上会有所不同 所以呢也需要我们整个课程都学下来以后 综合的管理 打理你的财富风水 请勿以偏概全 先说苏狗的吧 58年 70年 82年 94年 都是属于苏狗的年份 他们的财富呢 喜欢黑色 暗色的衣色 若想增加财富 日常当中 可以适当地增加 这色系的衣服 配合一些暗绿 淡青 牢合进去 功效价更大 而属猪的人呢 59年 71年 83年 95年 他们的财富 喜欢的色彩 有红色 紫色系类的 日常当中 可以把这些个色系啊 设定为常用色 我们说 有了基本色 还可以加一些配合的色彩 称之为阴阳搭配 是吧 主次分明 那么配合一些颜色呢 以淡黄 土黄 来为主 这样呢 功效会更大 而这个书老鼠的人 60年 72年 84年 96年 他们的财富颜色呢 是以红色 或者黄红 为基本色 可以揉合一些 淡青呀 升率呀 会让我们的这种财富的能量啊 功效啊 会更大 书牛的人 61年的 73年的 85年的 97年的 财富色彩呢 喜欢 蓝色 暗色 黑色 这样一些系列 把这些设定成 我们生物当中的 基本色 日常色 如果再配合一些 次要的色调 比如说 白色 烟灰色 那么 招来财富的这种功效啊 就会更大 索虎的人 62年 74年 86年 98年 这些年还出生 都属于索虎 他的财富 基本色呢 是为黄色 暗紫 土黄 等等 这一系列的 那么 配色呢 可以采用 淡绿的 淡青的 升绿的 那么 这样的组合呢 会让财富 来得更快 更好 对于属兔的人 63年 75年 87年 99年 出生 这样一些人群 他的财富 基本色呢 为黄色 比如土黄啊 浅黄啊 升黄啊 而他的配色呢 是以蓝色 黑色 来为主题 这样呢 功效就更大 那么 属龙的人呢 64年 76年 88年 包括2000年 他的财富呢 基本色 为黑色 深色系列 配色呢 是以白色 淡黄为主 这样配合以后 功效更大 属蛇的人 65年 77年 89年 01年 都是蛇年 出生 他们的财富特征 喜欢的基本色 为 烟灰色 白色 这样一些系列 配色呢 是以粉色 紫色 为好 这样呢 功效会更大 属马的人 54年的 66 78 90 这些年份 出生的 他们的财富 喜好的基本色 为白色 浅色 配色呢 是以黑色 淡黄为主 55年 67年 79年 91年 都是属羊的年份 财富的色彩呢 基本色为蓝色 深色系列 配色 以淡绿 暗青为主 属猴的人 56年 68年 80年 92年 这些年份出生的人呢 他的财富 基本色 为淡青 暗绿 这个系列 配色呢 以土黄 浅灰 为主 属羁的人 57年 69年 81年 93年 他们的财富 基本色 为暗绿 青色 这样色系 配色 以红色 紫色 为主 这样配合起来 功效更大 知晓了我们的财富 他们喜好 这样的每一个系列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可以适当地增加 并不是需要在生活当中 每一天 全方位 全覆盖 而是说 在整体的色系里面 我们这些个财富色系 可以适当地增加 要根据我们阶段性的需求 比如说这一阵子 我们可能需求 我们的工作要有特色 是吧 也许这一阵子 我们需求 我们在我们购人品牌打造上 有特色 那么他需求的色彩 可能跟财富 我们财富需求的色彩 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阶段性里面 我们每一个朋友 对于财富 我们想有这样一个增加的想法 那么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这个也是 那你得大大增强 这样呢 就可以让财富 一路跟随着我们 好 下面的课程呢 我再从一行方面 进一步打造 我们身上的财富风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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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